而广达董事长林白礼日记因为一席 我超恨台大电机系这样的话 引发了政坛跟教育界的轩然大波 那么今天他亲自出席法人说明会 绝口不再提这件事 只委婉地说他很欣赏哈佛跟史丹佛等世界一流学校的创新 不过呢他又把炮火转向了最近的五星价争议 他很不认同政府所说 如果获利的话你就不准放五星价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强调大概是选举到了吧 说如果今年没有选举就不会有这些事 黑色西装搭配条纹白衬衫 戴着黑框眼镜的广达董事长林白礼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不久前才因一席我超恨台大电机系的言论 引发社会轩然大波 和二当家梁次正一起出席法说会 炮火还是不小 不过这回矛头指向马政府的五星价限制 只要合法的话 都让公司去做吧 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评论呢 我想大概今年选举吧 路不知里头都没这个事 那大家都不要把它准备选举 我们做事都能做 林白礼不改大炮个性 直言老委会有获利 禁放五星价实在太牵强 力挺科技同业杜晓月开源节流的做法 只不过面对景气究竟是好是坏 他先是乐观看待未来展望 却又抛下这么一句话 对厌史不认识 所以他从来我就不知道 现在谈景气还是太早 什么欧债的危机的 什么美国的危机的 我们都真的是很难控制的 事实上和其他同业相比 广达拜提早切入云端之次 前三季获利缴了漂亮全集单 每股盈余4.31元 预估下半年出货将会比上半年 在小幅成长5% 如果加上平板电脑也出货顺利 营收渴望有破照机会 三里新闻全球文成台北报道 另外上个礼拜